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要维持均衡饮食 适度的运动和足够的睡眠 三 自我修复 接纳情绪肯定自己 常做深呼吸 放松身体 做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 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互相依靠 给予最及时的鼓励一起对抗疫情 谢谢第一线医护人员 也请大家给我们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为了让基隆捷运可以真正实现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认为市政府应该要规划一条 可以配合都更以及场战联合开发的路线 才不会让基隆捷运变成一个假议题 一个市政的推动 包括市政的推动也好 或是我们要做这个捷运 我们一定要都更 包括这个产战的联合开发 包括这产战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市地重化 土地的标售 这个联合开发的这些的这个所得收益 这就是我们的新建成本 这个都是基本概念 这任何的 这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观念 可是我觉得你们 随便就拿了一个一条路线 就来躺在我们基隆市市民 这是我个人认为 不是只有我个人很多相信都觉得这个是个假议题 我希望 我们也许 回头是案 我希望市长 我刚刚就跟你讲说 我们基隆市市民真的非常的爱你 也希望 也放很多的希望在你身上 因为你真的是贵党的明日之心 其实我也是真的很看好你 可是 有时候你可能是不得不中央交通部 因为你也不是学交通的 可能上面教你怎么讲 你可能就学一些话术来跟我们讲 这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每个领域没有那么容易学 但是我们要摸得起良心 不要再把我们这个基隆市民骗骗 什么又 讲的这个 哇这个画的一个美舌图 很漂亮 来骗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我希望 我们要找一条适合的路线 来好好的规划 我们基隆捷运 那你刚刚有谈到一些 所谓的BOT或者TOD 或者合作开发等种的模式 其实之前在各种 这个方案里面也都模拟过 那谁要来出钱 谁要来出第一笔钱 其实到时候回过头来 如果是那种做法的话 那笔钱还是要我们基隆市政府出 所以其实现在 我们整个基隆捷运推动的一个状况 我说是30年来 其实最有机会 然后是最好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我们不是基隆市政府 我们自己在推这一条基隆捷运 而是我们已经跟台北市 跟新北市 甚至跟交通部一起合作 把过去 把过去那些问题的 推动捷运最大的那些问题 跟整洁点 基本上现在都已经打开了 所以你刚刚关心的 这个路线的一个问题 现在铁道局正在进行规划 我想等他们把最后的一个方案提出来 为了基隆市中山区外木山 可以持续发展观光 基隆市议员孙伟立 希望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 可以整体规划 在当地增设避雨设施 公共厕所以及饮食贩卖区 我的意思是说 外木山那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说再增加一些设备 尤其是那边有凉亭 做出去的 有那个做出去的凉亭 那地方是不是能够遮避雨的地方 要不然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大帐篷那地方 大帐篷你们知道吧 大帐篷 那个地方因为那时候设计太高 不过话又帅 你设计再低 基隆的乎是斜飘的 所以怎么样都会淋湿 那么就说有毛毛细雨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躲大雨 不会去那边去躲 如果刮风下雨不可能 就突然间滑了一下 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 你知道吗 我想这个 如果说让大家觉得说那地方 譬如说一公里或半公里之内 有个避雨的地方 最起码大家还会觉得 麻烦 那头前有一个美好 我们走一条 所以我在讲说很多东西是 我们自己要去创造出来的 然后还有公厕 虽然那边已经有公厕 有一个还有庙那里一个 两个 但那两个距离很近 距离别的地方的 距离到海滩那个地方 哇 那个距离就很远 是不是能够想个地方 除了避雨之外 还能够上公厕 或者是说 那个整个大 就是说那边的腹地 整个都整理一下 整个都整理一下 看可以做营业的行为 让那边的百姓 让大家能够到了那地方 有吃有喝有玩 有买 吃喝玩乐买 因为我们到风景区 就喜欢人手 大家拿一个 不管灌墙啊 或者是冰淇淋啊 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到风景区 都喜欢炒了妈妈 买那个鱿鱼丝啊 什么的 对不对 这就是年轻人 年轻人会到海边 现在老年人没所在走 也跑到那里 都是一些年长者 所以说厕所的问题 还是要解决 原住民的朋友 在运动方面 有杰出的表现 不过每年到外县市的 经费不足 让原住民朋友 都必须要自筹经费 到外县市来比赛 金融市议员陈明健 就替原住民朋友发声了 要争取补助 金融市长林又昌承诺 经费不是问题 将由民政处 及教育处来负责筹措 在本市 我想市长 我们处长也都参加 我们本市原住民的运动会 但是我们的整个竞技的 一个项目里面 几乎固定就是那几项 我们田径 跟传统竞技的一个项目 但是我们原民的族人 不只对这样的一个 竞技的项目有兴趣 像刚刚我所播放的 龙州传统射箭 传统拔河以外 学生也喜欢从事 篮球排球这个方面 所以常常有感觉 我们在基隆市 这样的活动 举办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这些人族人都 常常都是集体的 来自筹经费到外县市去比赛 自筹经费到外县市去比赛 所以在这一点里面 对于这样的一个体育 体育经费的不足 常常是我们族人 从事这个体育竞技 里面最大最大的一个困扰 最大最大的一个困扰 有时是北市 有时是新北市 甚至在10月31日是在屏东市 参加冲冬杯的这个棒球赛 是冲冬杯的棒球赛 这些在在都是我们族人 自掏腰包来去参加的 所以他们一直希望 我们市府能够在这方面 能够更加的努力 能够更加的来鼓励他们来参与 不管是我们本市的体育活动也好 甚至于参与外县市的所有的体育竞技 或者是圆明的传统竞技的这个项目里面 他们一直能够期待我们市长 有个关爱的这样的一个眼神 能够去鼓励他们来参加 明年的3月20到3月22 是我们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两年一度的这样的一个 运动会的一个比赛里面 我想想到这样的一个 全国原住民运动比赛 让本席又想到 一样的问题 是不是必须要重演 一样的问题 是不是必须要重演 就本席的意思就是 每一次我们到外县市参加 全国原住民运动会这个比赛里面 我们的民政处 跟教育处 就必须要求烦恼我们比赛的一个经费 就要比赛的一个经费 这一点里面是不是我请教市长 不管刚刚我提出的 我们圆明参加其他体育竞技的一个活动 或者明年 我们参加全国原住民的运动比赛 刚刚市长也看到 我们传统拔河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其他项目成绩也不落人后了 这个还是要我们市府 能够给他最大的一个鼓励 所以在这边我请市长 是不是这一点能够给我们主任 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跟说明 板脑的这个原民的运动会的这个经费 请你不用担心 反正民政处跟教育处他们讨论完之后 我想也会跟陈议员报告 我想我们一定会让这个明年要举办的这个经费 一定让大家充足可以好好去为基隆来争光 谢谢 有基隆市文化局推动的基隆沙湾历史文化场景服务 核心改善工程 将就公车处改造为数位展示场馆 以及文化旅游服务中心 成为完整串联沙湾地区周围古籍群 与文化资产园区的最后一块拼图 充满科技感的机器人五位开工典礼揭开训目 这项大沙湾历史文化园区的最后一项工程 将把旧公车处改造为由AR、VR等数位科技进驻的数位展示场馆 及文化旅游服务中心 希望赶在明年城市博览会前完工启用 今天的这个工程是整个大沙湾历史园区最后一个工程 所以今天这个工程开始进行 就表示整个大沙湾所有的工程全部发包 然后全部都在施工进行当中 那我们预计在明年的这个城博会之前 整个大沙湾的历史园区一定会完工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顶路也是最后一步 那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是我们金融市的酒公车处 未来会变成整个大沙湾历史园区的服务核心 你现在看到这个墙壁都是封住的 对不对 以后会打开 它会跟外面的整个的开放的空间全部穿接在一起 包括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及当地多位市议员也出席参与这项地方喜事 让基隆400年丰富的历史文化不仅仅只存在书本当中 把历史跟人文不单单只是存在书本或者我们想象之中的 而实际跟人家看跟人家讲过去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美好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值得经验的事情 我认为这个是在我们未来对未来的基隆 不只是对未来的基隆一个交代 而是对未来基隆的下一代 再进一步的跟他们说我们这块土地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 也跟未来全世界讲基隆有多好有多重要 然后基隆未来也会变得怎么样 基隆市话局方面也期盼旧公社处诊件后 能有效串联周边历史景点 成为重现沙湾地区风貌的最后一块拼图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道 未来要深耕海洋教育 教育部举办海洋教育推手奖 基隆市在课程教学个人奖项的部分都勇夺大奖哦 一起来看好消息 基隆依山傍海的城市 将海洋教育议题融入不同的学习领域行之多年 在老师们的努力下 让学生连结不同的生活经验 第二届海洋教育推手奖中 基隆夺下了三个奖项 包括了荣获个人奖的建德国中许记者老师 许老师不仅在学校成立海洋教育专业学习社群 带领学生动手的实作 也担任基隆市海洋教育辅导团的辅导员 积极和多个教育平台合作 扩大影响范围 课程教学团队讲的仁爱国小及安乐高中 基隆市仁爱区仁爱国民小学 SS海洋探险队 以美丽的海洋森林为主题 运用了科技融入跨领域深度学习 创作出多彩多姿的珊瑚世界 成立基隆市立安乐高级中学 素养课程运用海洋议题 延伸到活动参与及海洋科学竞赛 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应用所学 两国籍识变与达变能力 既去年的好成绩 今年一样抱回满满的荣耀 我们开发的一些教材教案的部分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是整个公告出去 给各个老师来使用的 包含了海洋人员 包含了我们的VBN 然后包含了我们的全球变迁的一些教案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也跟海科馆合作 把展场当教室 把展具当教具的使用 那这样子的话能够让学生的话 直接在参访海洋博物馆的时候的话 就能够进行我们本身在学校里面参与的课程 我们这一次得到海洋介入团队的特用呢 因为我们需要位在这个市中心 所以我们同时结合了海洋跟城市两个元素 在我们的海洋教育课程的发展里面 那我们也融入了科技的一个运用 在我们的海洋探索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除了得到海洋介入团队 所以我们其实在之前也得到天下的教育创新100的一个殊荣 我们这一次得奖最大的亮点就是 渔工人权还有绿色海鲜的课程 都是由四个老师 也就是物理老师 生物老师 还有公民与社会科老师 还有地球科学老师 大家一起合作 整合起来的一个跨科的一个团队 融合个人奖及课程教学团队奖的两大奖项 展现了基隆长期耕耘海洋教育的丰硕成果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为了要增加基隆港区职场的健康知能 卫生局与基隆港物分公司 共同办理一系列职场反烟聚冰酒 健康幸福你和我的活动 透过港区周边机关主管共同宣誓 建立企业无职场无烟冰酒的健康环境 为了要增加基隆港区职场的健康知能 卫生局与基隆港物分公司 共同办理一系列职场反烟聚冰酒 健康幸福你和我的活动 透过港区周边机关主管共同宣誓 承诺支持反烟聚冰酒职场 提升员工正确的认知 建立企业职场无烟冰酒的健康环境 员工是公司的重要资产 唯有健康的工作环境 才能够创造企业的价值 我们非常感谢基隆市卫生局 为了港区周边职场员工的健康 提供了多元化的健康讯息 以及共同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卫生局也邀请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 口腔癌病友分享抗癌的心路历程 让员工了解使用烟冰酒的不良习惯 对身体的伤害 并透过安排运动健身 口腔粘膜筛减 及医氧化碳检测等活动 提升职场员工 拒绝烟冰酒的动机及认知度 我曾经是烟冰酒的重度使用者 103年确诊 口腔癌后 我经历了一场16小时的手术 手术后 我没有办法吞咽 伤口不断的花园 只能待在家里 想着自己 没有办法再负担起家庭的经济资助 觉得我自己很没有价值 后来很高兴我加入了阳光的宣导队 让我能在这个地方分享了我自己 罗安的经验 让大家意识到 使用烟冰酒阴郎的可怕 别像我经历那么多的硬痛 及心理上的煎熬 各位朋友 一起来远离烟冰酒 让自己有个健康快乐 幸福的健康人生 当初抽烟是因为工作的因素 因为我的身边有十个同事 大概有八个就抽烟 所以我从十五岁开始抽烟 而且一抽就长达二十五年 后来是为了家里面的小朋友 还有自己的健康状况 所以才开始戒烟 戒烟的过程其实是很挣扎 还好有公司还有卫生局的专业人员 积极的关怀还有支持一下 终于戒烟成功 现在感觉自己的心肺功能变好了 然后精神状态也好很多 所以有这样的活动 一定会邀请同事一起参加 解除烟冰酒 让自己更健康 在台湾 口腔癌是我国青重年男性 最重建的癌症之一 在男性癌症发生率和死亡率 皆排名第四名 根据国民健康署106年 癌症登记资料及显示 男性口腔癌发生个案人数 有7058人每天有19位口腔癌新发生案 其中30至64岁中壮年发生人数高达7成 另外108年死因统计 当年有3425人死于口腔癌 许多人其实不知道 檳榔籽本身就是第一类致癌物 檳榔籽即使不加添任何配料 也会致癌 绝檳榔时 檳榔纤维会不断刺激口腔粘膜 造成细胞病变 若在合并 喝酒 吸烟 得口腔癌的几率 是一般人的123倍 提醒四名朋友 戒除烟酒 檳榔 这些成瘾物质 并且每两年做一次口腔粘膜检查 你我一起远离口腔癌 卫生局每年针对吸烟 嚼檳榔及饮酒的高风险标的族群 像是港部基础产业 服务业 原住民及渔业等 提供多元的介质服务 并结合公司部门 共同办理健康促进议题的活动 营造支持性的环境氛围 我们期望借由职场的系列活动 让这个员工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为什么要运动呢 因为运动使我们身体产生了脑内飞 让人有愉快的感觉 还有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 这样子可以降低我们对成瘾物质的依赖 当然我们有提供多元的介质管道 包括我们72家的介质合约机构 还有我们的卫生所 然后呢还有是借宾专线 2809 9595 那还有三家的酒饮介质机构 跟介酒专线2430 0193 那这个成瘾物质不仅对我们身体有所影响 其实对我们心理也会有影响 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运用我们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咨询专线 希望有需求的民众能够多加利用 让自己跟亲爱的家人更健康 借除烟冰酒健康快乐就富有 您我一起创造健康生活环境 打造幸福的健康城市 诶 豆苗啊 帮爸爸去买一包宴回来 哦 对 老爸 你违法了啊 学校有交 任何人都不得提供或协助传递烟品给未满18岁者 即使是老爸 你也不行 知道了 对不起 老板 给我一包鸭 同学 你满18岁了没 证件给我看 我啊 不对哦 同学 这是别人的身份证吧 你骗我 啊啊啊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同学 你未满18岁 我不能卖银给你 我会被划成耶 卖软来啊 学长 你长相比较成熟 可以帮我买包烟吗 冲什么烟啊 学弟 我如果帮你买烟再拿给你是违法的 走 跟我去运动 远离烟品更健康 学长 你人真好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2020晨曦生活节开跑了 以展览 讲座 工作方 电影放映等方式展现万华 多彩多姿的面貌 庙宇文物 信仰殿堂 还有拜拜教学 热闹的街区轮廓带您认识晨曦生活 剥皮辽历史街区结合蒙甲龙三寺 青山宫等在地庙宇 百年店家开启一场蒙甲狂欢庆典 邀明共享 那在这一次的千变万华特展当中呢 其实我们以向合进平安 庙城起驾 庙城参拜 信仰殿堂 这些部分呢 然后我们来去解构万华这边呢 非常有趣的宫庙文化 对于人民的生活的息息相关的影响 所以呢在当中呢 我们有像台北天后宫 蒙甲龙三寺 蒙甲青山宫 蒙甲的清水祖师庙 还有蒙甲的金门馆 还有金富新社这些庙宇呢 来跟我们合作 将他们的展物放在这当中 然后另外呢 其实在信仰的一个像是生活产业的部分呢 我们也有像老名誉香铺 龙山佛具 男星秀庄 还有像是龙山地下街的这个命理 命理的廖老师这边呢 也都帮我们来做生活的影响面向做了一些阐述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来玩 多来看我们的晨曦生活节 晨曦生活节以文字 影像和展品 记录信仰文化 街区繁华样貌 另外也透过电影放映 颠铺彩绘 导读等主题 让民众体验长明生活的活力 蒙甲地区所要呈现的就是 一般百姓的生活 这里是最接地气 这里是见证整个两三百年来台湾的生活的环境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美食 我们这些商圈等等都这么重要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当我们推出晨曦生活节 它要呈现的是历史风华 它要呈现的是公庙文化 也要呈现长明的生活 把这些三个重要的主轴汇集在一起 走一趟薄皮寮历史街区 你会发现台湾更多的历史脉络 曾经在晨曦丰富的生活圈 感官体验以次满足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爱在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大台北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